農曆新年即將到了 景點受到本土疫情的影響 春節旅遊的民眾 現在紛紛改變了念頭取消的定房 打算要乖乖待在家裡面防疫 這也讓中部地區的旅宿業者 叫苦連天 海中市區人口密集的旅館 退房率一到三成 尤其退訂的大多是家庭房 一退就是好幾間 另外南投之名的景點 像是日月潭 清靜西頭 等等的旅館民宿 退訂也有一到兩成 跟過去春節一房南球的情況相比 真的是冷清好多 飯店員工清洁電梯保持乾淨 但整間飯店看起來冷冷清清 因為受到本土疫情影響 民眾不敢出門 中部各縣市已經紛紛出現 春節退房潮 目前我們估計大概在 除夕到初四左右 大概是衰退了 大概一至兩成的住房空間 其實因為日常本身屬於比較空旷 而且就是一個戶外的空間 對於就是遊客來講 在保持社交安全距離的方面 是比較就是沒有這樣的疑慮 南投之名景點日月潭清靜西頭 附近旅宿業者 照顧連天 退房率一到兩成 買氣冷淡 台中市區旅館人口密集 退房一到三成 主要以家庭旅遊取消最多 而遭遂飯店不受影響 初有高峰的連續春節假期 風景區 遊樂區跟宮廟 也都提前寄出人流管制規定 間接影響民眾出遊意願 而導致退房潮堪稱是史上最冷清的春節 記者魏少宇 南投報導 附近旅遊 感谢观看